《鐵甲怪獸》 鐵甲怪獸是一款前所未有的恐龍射擊手機遊戲 在末日後的世界 可以使用擁有金屬外殼的恐龍進行戰鬥 五對五的動作射擊遊戲 控制陸地上與空中的野獸 包含機械、改造或是全天然的野獸任你挑選 馴服並指揮數四種刺血的機械狩獵 來摧毀任何阻擋你勝利的事物 遊戲帶來許多霸氣十足的恐龍 玩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恐龍 來作為坐騎一起戰鬥 遊戲操作簡單 場景畫面逼真 帶你重溫遠古恐龍時代 《霞踏哥型》 接下來的《霞踏哥型》適合E-Sky Fun 遊戲平台代理發行的武俠MMORPG手機遊戲 遊戲主打全新的3D引擎製作 以無所定視覺 以及三段式輕功玩法結合 嘗試為玩家呈現武俠江湖體驗 而職業的部分只有兩種 男生是劍客 女生的部分是武雞 浩瀚無銀的大世界 文字、金城、唐門、少林寺等多種場景 都可以在廣闊的江湖自由探索 720度的三段無限之輕功 飛簷走壁、燈屏渡水 立於高空俯視天下 找尋屬於自己的整整江湖洋賴 《舞動結派洋賴》是首款由迪士尼正版授權的 大型多人社交音樂遊戲 玩家在遊戲裡將跟隨著音樂節奏一起舞動 有上百種不同風格的音樂 與令人驚嘆的舞蹈等著你體驗 可供玩家前來自由進行探索 開啟屬於你的舞動人生 精緻的3D建模 在遊戲中打造屬於你的專屬角色 豐富的遊戲服飾系統 海量的華麗服飾 可供玩家們前來進行選擇與搭配 也可以透過收集碎片以及轉蛋 得到更好更喜歡的服飾 該依是奇異蘋果工作室研發製作的3D回合制RPG卡牌遊戲 遊戲名稱取名謝英 為了少數族群發聲而製作的手機遊戲 以19年前4月20號同上市日起的玫瑰少年事件為主 劇情中也有這類反霸凌或是為少數族群發聲的情節 故事敘述的主角在桌遊店遊玩 一不小心就穿越到異世界開始 而一開始共有三種職業可供選擇 肉體強大的劍術師 可以使用魔法的秘法家 精神法術為主的驅魔師 遊戲中不僅有獨特的劇情發展 還相當強調戰鬥環節 遊戲採取有傳統回合制RPG戰鬥方式 除了有坦克、補師等定位和屬性相剋之外 敵人也有仇恨值 也不是單一攻擊就好 敵人相同的也會釋放強力招式 適時的進行防禦也 《青城之戰》是一款3D開放式劇情MMO、RPG手機遊戲 故事敘述的一名英姿煥發的女將軍 以及風度翩翩翩的美王爺之間的愛情糾葛 有別於其他手遊 設計了五種最受玩家喜愛的職業 五種職業各有不同的屬性 並且關係到後續PVP屬性相剋 分別為幻翅、免結度最高的刺客 幻靈、攻速最高的射手 盜尊、暴擊範圍最大的法師 天音、能力值最平均的輔助 盜順、傷害絕高的戰士 在這遼闊的江湖中重擋 清空帶步是必然的 玩家進入後期可以免費學得清空秘籍 自由操縱任意飛翔 後期還有夥伴可以使用 在過完指定任務之後就可以得到了 最多可以裝備3隻夥伴 而後期還有更多的做起或是更多特色遊戲內容 聖堂歡宴是一款MMWARPG手機遊戲 由大馬女星林彌生擔任遊戲代言人 遊戲是以同名電視劇聖堂歡宴作為基礎打造的手機遊戲 時代背景設定為中國歷史上最繁華的唐朝 玩家在遊戲中將感受大唐盛世 以及預見飛行的樂趣 玩家與夥伴一步步揭開唐朝 玄幻離奇的神秘面紗 讓玩家可以收集眾多角色 成為自己闖蕩江湖的好幫手 晉級的巨人Tekki 是低能旗下的知名動畫作品 晉級的巨龍為主題製作的 全新模擬戰略RPG手機遊戲 玩家將在遊戲中與調查兵團合力對抗巨人 重溫晉級的巨人經典劇情 而遊戲也請到多名知名聲優現身演出 遊戲在戰略的玩法 採用派出角色或是設置砲台的方式 來阻止巨人的侵入 以防守巨點作為勝利的目標 玩家將在角色配置在場上時必須消耗AP 因此必須根據面對敵人的種類 戰略性的分配出角色與砲台 而每個角色都有各自擁有的SP技能 當SP條累積完畢之後就能發動SP技能 如何善用角色獨特的SP技能 也對戰場上產生巨大的影響 那閃耀暖暖是疊子遊戲聯合發行的手機遊戲 故事敘述的主角暖暖是一名傳達師 穿越了680年前 為了修改未來而開始了他的旅程 遊戲展現了高質量的3D建模技術 不僅建構了薄紗、蕾絲、皮革等上百種衣服材料 對於衣服本身的暗紋、雕花也十分講奏 打造出衣服風格的無限可能 呈現出極致與真實之美 戰鬥方面也非常有趣 以穿搭的方式來確定你的分數 當你的分數高於對手就算贏得勝利啦 讓玩家可以感受到真實的搭配體驗 遊戲中還有許多有趣的細節等待各位搭配師來發展 天空之門是驚奇科技代理的MMORP首期遊戲 體驗次世代史詩魔幻手爺的威力 讓玩家化成為天啟勇士 將面臨命運的抉擇 是忠於女神的信仰 守護和自己生長的侵人以及世界 還是吞噬諾亞世界的本命人員毀滅這一切 而角色分為四大爪 守護者移動的鋼鐵堡壘 狂戰士 暴躁的近戰殘殺者 武法師 操控元素主宰戰場 隱武者 黑暗的終結者 遊戲以最新技術Unreal 4所開發 遊戲主打無縫大世界視野 玩家可以借助羽翼和神獸 隨時隨地衝上與消俯瞰大地 可以真正實現空對空空對地 抵對空的自由對戰 360度的移動 無視角的釋放技能 是閃亂神樂 忍者大師 閃亂神樂 是由核心超明基代理 日本忍者少女養成卡牌手機遊戲 主要是描述 高度經濟發展與時事變遷的日本社會 不為人知的角落 仍有忍者的存在 無論是善忍、惡忍 都是以忍者大師最終極目標的少女們戰鬥故事 這遊戲中 玩家將化身 培育的老師 教導胸懷大志的忍者少女們 爭奪人界的最高榮譽 展開波刀汹湧的激鬥 玩家除了透過忍術轉彈獲得不同造型的少女卡牌之外 還可以透過組隊搭配 組成豐富個人特色的五人小隊進行回合式戰鬥 其中還有另一個經典的概念 即為不同角色串聯搭配 提升一般技能的攻擊威力 讓對手毫無反擊能力 另外還有生動的2D Live技術 與誇張的搖乳畫面 都是遊戲的一大特色 如果有表現不好的忍者少女們 還可以透過忍者密談或是個別之道 來幫助他們成長 是啊 MINGT absolutely MIN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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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une MINGT MING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